中午期有一个名气响叮当的油条阿贝 他清晨6点开始营业 365天全年无休 阿贝自豪地说 他从14岁开始做油条 到现在70岁了 一辈子就努力地做好这件事 家族的炸油条历史 已经超过100年了 阿贝的油条烧饼完全遵循古法制作 也不放天假物 虽然孩子们目前都没有接手的意愿 但是阿贝说他身体还不错 一定会做到不能动为止 小渺子要小心 要索两个索一样 你也不能亲手 亲手就あく了 不行 あく人就没有了 輕飆薄的油條 像它瘋霜的手 長得就是沒人家的菌 咬下去更無所謂的脆 但這一脈已經三代傳承了百年 我們這就是 都全身老麵花 他們外面都放東放西 放消瓶 那個 抱歉這麼說 我們就對啦 我們自己的顧好都沒有那麼 你們又繼續老人爛 老一輩的生意之道 他不犯人 但也堅持家傳最單純的配方 在這鄉鎮 客人是罪不能得罪的 因為上門的全是鐵粉 你來的時候他幾歲 他怎麼小的 一陣子他們老爺在破的 我吃了 謝謝 我們七十五了嘛 王王一根油條 增上些許熱漿 再配上一個燒餅 這個套餐就叫做新買益足 老娘 你看 尾巴比較小便 這樣好不好 我們這老娘 這是老豬狗的 這樣好 好嗎 這隻尾 這樣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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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老豬狗 對 老豬狗好 沒有 我很敢你賣 你怎麼一次買那麼多 對啊 就我老婆愛吃啊 好啊 這樣一百七了 好 回去怎麼吃啊 直接 太多可以放冷凍 再把它拿出來再烤一下 對 烤箱 對啦 你買三條 好啦 兩條五條 對 我們一家一家 我還沒辦法 我們四十年 做小孩的時候 就在那裡就是四萬 如果有一個人 喝一杯 就用大魚 大魚浸一杯 這樣就吃 這樣就最少 阿嬤說著成年往事 但儘管油條和燒餅價格 早已經從五角變成十二塊 依舊是讓人歡喜的銅板價 藏在巷弄裡的店面 愛房子裡 貼滿輕飆薄的信仰海報 更有他難得出遊 爽爽拍下的鎮店照 末代皇帝 你賣豆漿 卸下皇帝帽 戴上聖誕帽 老先生可中可西 只要開心 什麼都可以 倒是清晨三點就開工 四個孩子不接班 就要絕響 這任務變得更神聖 但至少做一天活 每拉一條麵餅 距今七百多年前 岳飛遭陷害 秦快和太太被做成麵餅 背對背丟進鍋裡油炸的故事 就不厭其煩地一講再講 這就是岳飛 過去就是岳飛 這就是勤潰 岳飛到勤潰海市 甘心就是勤潰 所以現在人家在勤潰 就是在勤潰本人 在勤潰本人 在勤潰 所以就跟中心海市 所以就把他油炸 就油炸過 勤潰就那個過 所以油炸過 再說說 油炸過油炸過油炸過 這樣啦 一下啦 整天都沒人說 後來一天說就敗 沒那麼關係就好了 油條一炸就十三代 最初阿公在彰化花壇開賣 父親接棒 他也在十四歲加入 為了賺更多錢 全家搬來台中落腳無期 這就營兩次 這營這樣 再營一營 我這就軟軟 這軟軟 軟軟軟的軟軟的軟軟的 你的不是那種清脆 不不不不是 沒有 因為那種有餐 那些我沒有了 我沒有的 堅持不要 當年店前就是菜市場 早餐賣燒餅 豆漿油條外 還賣蛋餅包子 生意好到得全家總動員 但錢入袋了 心也跟著花了 我們爸有賺錢 電視你都知道大坡人 有錢就會變年 這樣就好了 你也很美 我也是稍微有 電視 我也是一樣 大坡人你都知道 沒有辦法 沒有開啟的 粉餅的 開很多了 我還說 重情 重義 重分味 這樣 愛香 愛土 愛女兒 這樣 沾染粉味 四年時間花掉三四百萬 回首過去 清表伯說 還好美母相忍為佳 在她迷失方向時 耐著性子導引她 再回到愛的港灣 她要拿去嗎 太多了 因為她 水水水好 這才有香味 比較厚 經濟不於匱乏 但太太閒不下來 外出擺攤賣菜 也把家裡的豆漿燒餅 帶到市場販售 五七 門口不夠啦 還能動呢 不要愛動 每天清晨現磨的豆漿 是吃油條的最佳搭檔 白米加上花生米 做成的米漿 淡淡焦香味 同樣讓人著迷 已經用了三十年的容器 一次可以裝進豆漿和米漿 在店裡算是不動之一 另外一個寶 是這一座火烤爐 那時候在海浪 要順便說一下 我們年輕人不太多人 乾脆 要贏就不贏了 所以這個全台獨一嗎 現在存在呢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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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大發力士 扮演工的烤爐 全憑經驗操作 一不由一 手筆就成了黑面脈 這個大發力士 就這麼一路陪伴著清彪伯 度過最深的夜 迎接最美的晨曦 年屆七十 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都營業 他說活到了 要做到了 子業病啊 我想 子業病啊 所以全年都不休 全年不休 全年無休 我沒看錢的新聞 沒有看到錢的新聞 十一天打燃後 還要去幫師傅收攤 他一直在菜市場 還改豆腐 蒜頭餐 對於牠牠牠牠 這樣算是愧疚啦 我們是說 牠以前對這樣 良老雖然在不同地方忙碌 但看得出輕彪伯的心 現在只在油條和水柚身上了 那時候比較公平 也很適合 拜拜 肉包店的年輕老闆 念書的時候愛打架 還被送進了少年關護所 爸媽雖然傷透了心 卻從來沒有放棄 用關愛和陪伴 慢慢引導孩子回到正軌 後來兒子收起完心 走進廚房 重置記憶中阿公的鹹蛋黃肉包 好久不見的古早薇推出 立刻成為傳統市場的排隊美食 每回包子一出籠 就引起了不小的騷動 其實這美好味道的背後 無可取代的配方 是母親的愛 好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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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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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肉包兩顆 一顆 一顆 一顆要等我一顆肉包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 要等幾個小時 對啊 好 對 因為這麼多人我還要等 一顆肉包 好 謝謝 謝謝 這很大 對 抱歉 之前來都排好久 所以說特別再早一點 我還怕太晚來了 之前排多久啊 一個小時 第一個被搶的是什麼的 肉包 肉包 對 可是我們就是饅頭先出 對 因為肉包的機會就是 早上是先訂單 先扣訂單 對 對 等我一下 肉包要11點 8至12點喔 午後 肉包店的蒸汽沸騰 人氣也跟著扶搖而上 門外一雙雙眼睛緊盯著被泡泡面皮 門內一雙雙手忙到停不下來 這樣的人潮給你很大的壓力吧 會啊 因為如果大家買不到那是一紅了 就是大家會跟著起紅 所以那種壓力很大 到了 終於等到出爐這一刻 煮熟的鴨子不會再飛走 這才鬆了口氣 不會很厚 然後糖質又多就很好吃 沖著肉餡裡的鴨蛋鹹香 人潮包圍了整個店面 終於本該擠進的台中第三市場 因為鄭家的蛋黃肉包 又炒熱商圈氣氛 我現做現成 然後我煎紙我不賣隔夜 所以我的包子完全沒有冰過 略帶醬色的肉餡 鹹甜恰得恰恰好 取名東坡 因為肥瘦比是2比8 這肉包黏字很深 但其實做包子的人 資理很淺 2019年才開店 靠著台中少有的 鹹蛋肉包口味 招來滿氣 口碑傳開 它打麵 揉麵 壓麵 做到都喘不過氣 還是天天功不應求 如果你知道絕對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你先切一小塊 然後從這個的縫中 再去家裡再去做切了 然後心裡沒有花什麼力氣 這也是我阿公教我的 對啊 因為我阿公 他到後面 他比我還瘦 因為我阿公一生都做吃的 不過在我印象中 他就是做包子饅頭 然後早上賣早餐這樣 那時候一顆才8塊錢 對啊 那你現在一顆賣到多少 18塊 時空環境不同 但依舊是銅板架 當髮型設計工作 遇到瓶頸 阿公的拿手活 成了改變的起點 當起師父 他豪語 靠著藝人當家 可把中人的胃口 都給征服了 比起面對髮思 著實省去三千煩惱 本身的髮型就不符合 譬如說燙捲 可是它不符合 它就硬要燙 那燙了 我講真的毛了 我覺得客人也不會說 怪自己的話 就是認為你技術不好 我覺得這很現實 對 所以做這個比較單純嗎 比較單純 只要好吃就好 好吃就好 一舉一動 琢磨著阿公的手勁 他老人家是中西點烘焙高手 當年在高雄經營早餐店 包子饅頭出名外 節慶拜拜用的糕點 更是搶手貨 七八歲就開始 跟著爸爸媽媽做生意了 人家小朋友都還在被窩裡 冬天的時候 在被窩裡睡覺 我們就要被挖起來 幫忙做了 不做可不可以 不可以 會被打 會被打 我媽就說 還不記得要把你 你叫做什麼 什麼插孫系那個 那個 對 對 媽媽和舅舅 都得到父親真傳 當年肉包裡 在夾科蛋黃 就是招牌商品 那現好不好是真的取決於 你的成貨拜 不過我可以跟你說 那時候交在肉上就是說 我不怕花錢給我用 就是比較好的肉 例如說像禮計等等之類 就是那一方面的 對 然後當然肉上也會 那當然跟腳的那個 肉的粗細也有關 我會夾錯的原因是因為 我怕魚太鹹 那當然它又有一點 起一種味道 就是它那種 就是有點點 類似有點酒酒的味道 我不知道大家吃不吃得出來 那肉的部分我阿公跟我講 肉就是要扎實 像一顆球 就像我們吃的貢丸這樣 的感覺 我阿公那時候跟我形容是這樣 如果說做肉鮮的難度是十分 那再加顆蛋黃 難度就變二十分 蛋黃本身是鹹的 它本身就帶鹹度 那變成在你在條肉的情況下 它要抓得更好 不然你那個鹹蛋加上肉一起咬 我跟你講那整個就是非常鹹鹹 然後你要趕快喝水那種 然後烤半熟 半熟蒸的時候 烤剛好幾乎大概七八分熟 你吃起來不會太乾 然後不會想要喝水 對 那我曾經有 沒烤就去蒸 但是下場就是蛋黃幾乎不會很熟 就變成有種反感那個味道 只要客人覺得好吃 我覺得就是OK 客人覺得不好吃就是改 改 真有意她不怕改 姐姐當老師 她卻念到國中就念不下去 手臂上的印記 是年少期的荒唐 曾經跟人家打架 然後進去就是少關所 是待過一段時間的 希望你知道嗎 對啊 還在念書的時候嗎 應該是高中的時候吧 因為那時候我國中畢業 就沒有讀啦 對啊 所以就 就當然就是因為不愛念書 對啊 當然就喜歡成群結黨 所段這件事情是我姐覺得 我覺得她也不喜歡我 就是說為什麼我可以這麼不會想 我姐跟我是反什麼 反差 同一所國中她全校第一名過 然後我全校最後一名過 不理不切的還是你家人 其實我覺得最大回頭的原因 是因為母愛 成縣是母愛 我相信說這一些 這一些青少年如果是多用心一點 應該都可以再挽回回來 你如果是放棄的話 就真的是 天下父母心 真媽媽軟硬兼施 好說歹說 才把兒子給叛回來 當時鄭友毅還只是髮廊學徒 知錯能改 天庭蓋被打開後 努力學藝 花六年時間當上設計師 但業績壓力影響設計心情 才決定離開十一年的髮型工作 我覺得我的舞台不會與 不會與外人就是有很大的 就是會接觸的機會 對反正我就希望說我做的部分 大家吃我覺得很高興 很開心 因為泥濕過更珍惜努力實做的每一天 雖然手上的重量是過往的好幾倍 但親情相伴當起自己生命的主人 承受之重早已青如紅毛 同樣也是兒時記憶 相信每個人應該都有一道 無可取代的阿嬤的味道 這個年輕主廚她最懷念的 就是小時候阿嬤包肉掌的時候 她總是等不及趕快拿白飯 配著粽子的餡料吃 現在她把阿嬤古早味重製 但是用豐盛的無保飯 為家鄉帶來人氣和商機 車來車往的台中市石崗區 路邊的小餐館一個不留神 就很容易閃過 但是行而來的都知道 該在這裡聞香停車 因為店裡的無保飯真的是飽 這無保飯很有媽媽的味道 它有韭菜有客家小炒魷魚 這樣炒在一起 就有那個以前我們媽媽的味道 高雄美人的話可能比較著名的就是 也是一樣有炒板魚 然後隔壘菜風 冬瓜風 那我倒還沒有見過無保飯 那它的無保飯的 這樣子炒過之後 就是感覺不更加反 所以來這邊也會 鋪滿餡料的無保飯 說穿了是第二代老闆林生偉 小時候貪吃的回憶 阿嬤以前包爸長的時候 生偉等不及 就把餡料拿來拌白飯吃 這道技衣中童年幸福的好味道 成為他研發新菜的靈感 那時候回來就想說 一定要有一個 就是不一樣的東西呈現出來這樣 要不然客家菜通常 大家想到的就是最基本的嘛 比如說就是小草啦 薑絲大腸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是在我心裡面就是 埋藏很久 然後就覺得說這個味道 一直忘不了這樣 然後剛好就想到阿嬤的肉粽 這個是我們那個客家無保飯的配料啊 然後它實際上來講 應該已經超過五種了這樣 然後當然就是有我們的那個 蝦米啊 冬蝦 然後紅蔥末 然後魷魚 一定要泡過水泡過一天 然後隔天要切丁 然後再來還有我們的香菇 蝦米 然後阿嬤祖傳下來的那個菜脯 這個是最重要的 每一樣配料都一定要一樣一樣炒 不可以一次全部入鍋炒 比如說你現在這個炒完 你又再倒入這個 不行這樣子 這樣子它的香氣就不會出來了 這道料理非常的費工 真的要有耐心 所以如果有要炒五保飯的時候 都要提早上班 都要提早起來 先準備 最開始八年級男生耐不住性子 企圖用比較省時的方法 結果馬上被阿嬤抓包 以前我不知道啊 我想說這個用炸的不是比較快嗎 但是其實用炸的就錯了 因為用炸它所有的那個香味 跟香氣都掉在油裡面了 就完全 對 就完全沒有那個香氣出來 要不然我想說就偷工減量嘛 就用炸的比較快啊 我回來剛做第一次的時候 又給阿嬤試吃 阿嬤的時候完全沒有香味 對 被打壓 對 完全被打壓 所有的配料一次下去 真的要煩惱嗎 對阿 不要吃 還是堅持要做 你我現在講太多 大太多 可以一直做 好 不要打壓 現在一個機會 對阿 好 好 加油 厨房主厨的位置 现在让给了儿子 妈妈秋必满 退居监督和帮忙的角色 二十年前 她和婆婆就在石冈路边 经营小面摊 身为从小跟着妈妈和阿嬷 在厨房转 也看出一些门道 她很早就知道 自己的目标 是跑家里的第二棒 所以她一边念书 一边在其他餐厅打工 多看多学 毕了业 就按照当初的规划 回家承接锅产 先把口碑做好 然后就是吸引一些外地的客人 会因为说 我们有这些传下来的味道 然后就是会特地过来这边用餐 我来的鸡肉 要做的 对啊 我看不到的 如果这些年轻人就都没有了 对 对 这个就失传掉了 就几乎没有了 年轻人满怀壮志 在位置稍嫌偏远的石冈家乡耕耘 刚接手就把原本的路边摊 改建成餐馆 长辈们把担心放心底 全家总动员帮忙 我今天打工的 今天打工了 我还帮忙钻盘子 今天有年轻人的想法 特串的 我还帮忙钻盘子 小人 扣菜 他就不养我一趟 怕你 那菜太丟了 对 对 我都洗我了 做菜 对 做菜 洗我 趁着天气放晴 祖孙良在厨房切萝卜福菜 准备借着日光调味做酱料 像其实这种东西 应该是可以说在外面几乎是学不到的 因为就是阿嬷这样子传下来 像这个菜脯 几乎都是买 我们对现成的比较多 就随洗一洗 然后泡一泡 就可以直接炒了这样 可是我们就是讲求 就是古早味这样 没有办法忘记 讲求就吃阿嬷就吃 手艺啦 对啊 习惯啦 对 吃习惯了 普菜 泡菜 泡菜 对 用努力和心意收藏阿嬷的私房料理 小餐馆内最大的宝 其实不是什么佳肴美传 而是浓厚的祖孙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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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